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展现他们这三十几年做的事情 最开始当然还是说在网上搜 等到真正上岛之后一路是王石花陪着 到那去之后发现真的是除了人跟石头骨和海风之外 好像就没有其他的 王石花带着我们就是说走那个所有当时他们夫妇两个人巡逻的路 然后他们就升旗的地方那个旗台 这些东西生活细节会给你就像读一本书的一样 让自己在创作上的时候在心里边会跟我底下 其实今年是党的百年嘛 他也是党员也是民兵 我更多的是想说观众看 这真的是就平凡中见伟大 不是说是咱们做了一件平凡的小事或者什么 是真的是几十年的时间在做一件事情 这是一种平凡中见伟大 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力量跟时间 整个这么长时间的维度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打动观众 因为咱们所有的主流的题材都是真实发生的 我觉得这是真实的力量在显现作用 其实像《觉醒年代》就是李大钊 陈独秀 毛泽东 都传的东西其实很少 他所有发生的事说的话都是当时真正正正正发生过的 相信我尤其现在零零后 我觉得只要是真实的就是能打动人 对我也在表演类的节目里边去当导师 我当时我的初衷是想告诉这些来参加的节目的人 就是表演真正表演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网络社会的发达 你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到无数种 对表演的这个理解的资讯 又非常非常靠谱的又非常非常错误的 其实表演是一个很系统化的 然后也是一个基于自己内心真实和表现真实的这样 我想告诉的 演员是一个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个职业 不是那么说看起来就是好像我只要会笑 会哭我只要长相甜美就可以做 不是那样的 现在一些行业乱象吧 是大家特别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 然后是我觉得也是国家一直在纠正各种各样的乱象会出现 就是每次都是对行业的伤害 包括是大家对这个行业的信任感的一个伤害 但每次都是在纠正 我觉得这个是进化行业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表演说背台词包括什么 这些我觉得讲就不要讲了 那是个基本 其实那个就不要讲了 我觉得再解释的话 我觉得是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行业真的不太好 我现在正在拍摄的电影叫《忘道》 《忘道》是根据陈旺道先生 陈旺道是咱们共产党宣言最早的翻译者 也是一位革命家 正在上海拍 对最近少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开始 就火花社 我觉得人总是要长大了 四十多岁了 每天还在那跟他们去卖萌 我觉得有点 我的孩子开始他们也开始懂上榜了 我突然发现他平时在家那么危严的父亲 其实在网上是一个那么中二的 那是不行的呀